我們要這麼做一個 發竊 發竊的 歌雄更體型 歌雄更體型 相對的就影響到他的命中率 攻擊南方 陳宥偉 裁判哨音響了 在本土上面也是要 果斷積極的 Defense Defense 結果 結果 結果球就到了呂正如手上 前場快攻的機會 陳宥偉輕鬆的上籃得分 這邊出現失誤 陳宥偉帶球往前場做推進 熟球裁判哨音響了 阿沛的時候Berry教練其實有提到 他是 李航員在熱身賽打的是全本土 那個時候呢 所得的分數其實還要比 這個正式兩場比賽的 正式比賽得分還要高 我看到宥偉投進三分球 陳宥偉 三分球 哇 團隊背靠背的三分蛋 這也是陳宥偉的第二顆三分球 陳宥偉 選擇自己後仰跳投 結果沒碰到籃框 比賽結束 84比64 最後高雄鋼鐵人 在客場以20分的差距 搬倒了桃園領航員 也終止了開季二連敗 拿下對時的第一場勝利 至於領航員則是苦吞 開季二連敗 是